拿起手机想把台中灯会的美通通收进相簿里 但仔细看荧幕怎么好像怪怪的 中间出现紫色小点随着镜头摇晃上下浮动 林小姐周六带着刚买一个月的手机去看灯会 当下就觉得现场灯光有点刺眼 没想到拿出来拍照之后镜头直接悲剧 同行有人也发生一样的情况 但他说现场竟完全没有贴出任何的公告提醒 后续维收粗估维收费要七到八千 不仅是灯会演唱会现场也是雷射光很强的地方 有网友就说之前看表演镜头也被雷射光打坏 为此还花了一堆钱换镜头 CMOS感光元件中间是没有任何阻隔的 就是现在的手机跟无反相机都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一旦照射到这个紫外光 或者是说雷射光 尤其是雷射光 雷射光是很容易去烧毁我们CMOS感光元件 另外有很多猫奴会拿出这种雷射笔来逗猫 但其实要在危害等级2以下才可以贩售 但是有医师指出有很多的地下厂商会引进不符合规定的商品 而这如果照射到眼睛很有可能就发生黄斑部的伤害风险 医师也指出雷射能量强不强跟颜色有关 紫光蓝光能量较强 一般报告常用到的红光能量比较低 也再次提醒民众到演唱会或是灯会等雷射光会比较强的地方 手机跟相机在使用上得多加留意 记得新闻邀请你解台北超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